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歡迎大家收看有線快信 我是Austin 奈峰 我是Christy 陳嘉麗 今天是5月26日星期一 嘉麗 有沒有試過在很多攝影機 看著你的情況下離開這個密室 沒有試過 如果你都想試一下 在眾多人看著你的情況下逃離 接下來這部紀錄片應該非常適合你 在有線第五十台探索頻道晚上八點 將會有活足特戰高手之南韓國家特警隊 告訴你怎樣可以在這麼多高手之下逃離他們的視線 即是要學一下 今次是跟前幾個星期 森林、原野、叢林、海島等等的地形有少少不一樣 喬哀今次要面對是從未遇過的挑戰 就是都市逃脫 他跟韓國國家警察特種部隊的對決又要怎樣分曉 來到人口籌密、交通繁忙的觀光聖地濟州島 為了逃離國家警察特種部隊的五千支攝影機監察 以及來自海上、空中和其他行動裝置的追捕 喬哀總是要改變他的戰術才可以爭脫到天羅地亡 奧斯汀我很想去沖繩 為甚麼? 因為很多浪漫的愛情故事都在那裡發生 真的嗎? 對呀,所以來看今晚8時15分 有先四十五台 衛士卡式台有戀戰、沖繩 那帶我去吧 詹尼意識到自己對身邊的黑幫老大 伊藤已經無愛的時候 帶著伊藤一大筆錢來到沖繩 這筆錢本來是國際大盜唐傑 幫伊藤在警察證物室偷回來的一本 整門伊藤驗屍的日記簿費用 詹尼的攜帶逃離 令他沒有辦法 香港警局檔案室探員羅雲達 和他的女友Sandy在沖繩度假 認出唐傑就是警方通緝的要犯 他扮成與唐傑合作 暴攝沖繩的一間銀行 以便將他逮捕 計劃中要利用銀行隔壁的房屋進行爆破 但詹尼正好就是住在裡面 因為兩個人都愛上詹尼 事件開始變得複雜起例 不要這樣 我要殺掉他 不用怕,我是警察 警察 香港警察 她的中文名叫唐傑 曾經入過世界十大導師版的頭三名 你還坐牢 你打算怎樣對付她? 20萬10萬 Christia,我一向都知道你喜歡看帥哥 我也知道神探對你非常有興趣 所以我推薦你看接下來的電影 在有線第42台Cinemax晚上的10點 將會有勒手神探勇勁衝天 是不是很適合你呢? 嗯 侄惡如仇,警惡情間的警探哈里卡拉漢 對罪犯毫不留情 因為不良分子生氣他 經常有殺手流氓想偷襲暗殺他 但最後都會死在卡拉漢的窗下 卡拉漢的上司為了他的安全 並且避免槍戰傷及無辜 於是他就派他前往聖浦鎮調查一間兇案 卡拉漢在聖浦鎮中遇到珍妮佛 十年前珍妮佛和他妹妹伊莉莎白 曾經在這個鎮中遭受到一班惡少凌辱 珍妮佛暗中跟蹤了凌辱他們姊妹的仇人 提清了他們的動機 珍妮佛是怎樣用子彈來消除他的心球之恨呢? 又到了今天星期看電視有掌重電話警察遊戲66883005 今星期的問題就是 英格蘭捉獎盃阿仙奴對喉承到底哪一方獲勝呢? 知道答案的朋友就快點打電話來66883005 只要答中而有被抽中的朋友 就有機會獲得由城市酒莊贊助的精選紅酒一支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同樣時間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